来关心地方的陈情 头城夏浦跟中林地区 大约有120公顷的农田跟渔温 因为地势低洼 每逢台风大雨来的时候 就很容易淹水 让农民跟渔民是损失惨重 所以地方向立委城欧坡来陈情 希望可以设置抽水站 来改善当地水患的问题 根据夏浦理长表示 每次台风过境 大量雨水无法排到竹安河 造成地方常常淹水 农田或渔温因而受害 正式危及到民宅 为了解决长期水患问题 立委陈欧坡办理会堪 其中有地方代表不满的表示 已经多次向县府反应 却没得到确定的回应 甚至还搞不清楚全载单位 这个会农已经会农很多 不是一次 一次 一次 一次而已 已经会农这么多次 经验到今天我们来会农的时候 管政府 農学家 和那个河川丘 还在水池 消贴 还不知道到底什么人 然后那个爱设计的单位 经验也没来 因为代表会主席建议 在还没有新建抽水站之前 可调度移动式抽水机 而立委也会要求县府 紧速完成抽水站规划设计 并协助经费的争取 其实我们现在有经费的问题 你移动式的 如果是红台来 要快点来抽 不知道我们的资产 我们这些都会来推薦 因为刚才乡亲都会在说 如果做红台来的时候 几个百块的鱼都融入一块 大家都推薦 请宜兰管政府均速 针对这个地方提出监讨 几个月改善的计计 这部分的经费 请管政府来做一个处理 另外呢 因为管地区山 建立所需要的规模 和土地以及工程府用 经过粗鼻 整个部国医疗 再来依前者 来做争取 来做处理 在这个 要不建立政策地区山之前 如果如果刚才台风情报 请宜兰管政府 可以使用移动式的抽水站 来防止这个地方 来淹水 最后呢 当地区民的 这个严重的标识 这个问题 这久 那久 一直都不改冠 对政府的行政论论 非常不缓 所以小弟们也会结局 要求宜兰管政府 要求中央相关丹人 筋肯 完成几位 筋肯 来设计这个抽水站 宜兰区记者张立林 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